一脚踢断十公分木桩 一脚踢爆六块红端 如此战力爆棚的腿法 正是威震武林的戳脚 戳脚是一种古老的拳种 相传起于宋代 传统武术说 南拳和北腿 而北腿则竖戳脚尤为厉害 他蹭地发力 前脚掌攻击 快速直肩 防不胜防 所谓手势两扇门 全凭脚踢人 戳脚拳师轻易不出手 出手就是狠招 戳脚拳的特点是猛踢劣打 刚柔并进 手脚并拥 爆发力强 实战时一招致敌 其特有腿法包括 鸳鸯腿 折子腿 寸腿 钉腿 那么戳脚的常见练功方法有哪些 一 腿法基本功 包括各种踢腿 正踢侧踢斜踢 理合腿 外白腿 弹腿等等 主要训练腰胯和腿部的 揉刃 灵活和功力 对有难度的 折子腿鸳腰腿 可以重点训练 同时还要加强控腿锻炼 比如一腿站立支撑 一腿悬空抬起 在腿上悬挂轮胎等重物 二 踢木桩 用脚掌 脚后跟 脚侧面 朝着木桩蹬 踢 踹 同时把戳脚的招式融入其中 三 踢十吨 属于传统武术里的硬功 与踢木桩动作相同 能很好锻炼戳脚的 寸腿点腿先腿 增加功力 四 踢轮胎 大轮胎练力量 小轮胎练速度和爆发力 同时手脚并拥 左右脚交替轮换 练习戳脚的每个动作 循序渐进 量力而行 动作练熟练之后 把戳脚招式组合起来 拳打脚踢 感受实战 五 练地秤 地秤属于中国式摔跤的器械 能增进腿刀钩能力 手脚协调配合能力 全身整进和爆发力 所以也被用来练戳脚拳 六 提砖快 当脚上有了功力 戳断砖快已不在话下 七 站砖弓 点起两脚足间称地 马步半蹲站立 以上是七种练戳脚功力的方法 你还见过哪些呢 欢迎留言评论 再来 这一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